墨西哥大亨身家2.1兆 残联全球首富 前天美国富比市杂志 公布2011年全球富豪排行榜 71岁的墨西哥电信大亨 史林汉家族以2.18兆台币 身家残联全球首富 史林的财富增长速度也排第一 一年就增加约6047亿元台币 第二名全球富豪是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他的总资产约1.65兆台币 位居第三的是股神巴菲特 总增加达1.48兆台币 法国LVMH集团执行长亚和诺 由第7要升到第4 总资产约1.21兆台币 社群网站脸书影响力席卷全球 6名股东都挤进富豪榜 26岁的创办人间执行长萨克伯 增加达3天983亿台币 在富豪榜上排第52名 香港首富李嘉诚仍然是亚洲首富 全球排名11 增加高达7670亿台币 今年首次有中国富豪挤进全球前百大 他是43岁的中国搜寻影情百度 创办人李彦宏 排名全球95 身家2773亿台币 动新闻综合报导